听了梅国民的人想 我可以深深感觉到梅国民 对孔子那种崇拜 他可以对孔子的生命事迹 可以了如指掌 可以为他背书 肯定梅国民 具有孔子的那种恐慌 在道德上 我知道我们是他学习的 尤其是他那个 耗学不见的精神 就是我们向他学习的一个对象 今天在作业内 我们必须通过我们那个声调的变化 声调的变化 就好像我们演讲的内容 必须有起承转的 或者是到底起扶 通过你那个声调的变化 把你的内容的精彩 直出比方说内容的情绪 那个Sino Island 把它带出来 让你的声调的变化 让大家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到底你说的时候是开心的 伤心的 不怒的 还是着急的 这样子就可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因为声音可以是一种力量 如果哪天都好的话 它也是一种魅力 所以这个作业六 跟之前的作业五 必须是一切合成的 就连行必须 就你所说的跟你 展现的动作必须是合一的 就很自然的可以 展现给大家 所以为什么我们作业五跟作业六 是息息相关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如果美国民 会有 如何在这边作业 正常可以展现你的声 跟你的魅力 就我个人的建议 如果你只想孔子的历史的话 如果太过所教大家的路 我都会不感兴趣 我倒会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倒不如你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把孔子圣话 他所说的几句话 那几个格言 比如说 极所不义 不知于人 这些道理 如何套用在你的生活中 跟你自己本身 可能在中间 你自己曾经遇过这样的事情 再给一些经历 给展示出来 因为如果你说自己的不知的时候 肯定会有心中的把佛 为什么每次都要变到那些都知道 都把他上过我的家门前来 我是提到意思的 但是我 我很想骂他 但是 孔子说过 极所无以不失于人 如果我骂他 他肯定会不开心 而这样子一些生活化的话 就把这个你的整个内容 把它分成三个重点 我很想听听就是 孔子圣经济 圣经济有说过那些话 好像说 女人比小人 男两年什么 是不是孔子说的 就是我要想听听为什么 怎么喊 可能会更加引起大家的心情 因为大家都是 都是80后 70后 或者是40后 都对这个 是 这句话 就是想不懂 这些话 可以肯定是以他的兴趣 但是无论如何 没国民 他的套选 他肯定要读书 他才知道孔子的 点点滴滴 所以我们一起上场 那个套选不见的竞争 谢谢 谢谢 哦 谢谢大家